以美论陆续被亲美台湾人反驳 最近我看到没复兴 美国不会出兵宝台 台湾只是棋子 以美论的现实与亵渎的文章指出 美国当年协防台湾的底线 是台湾必须先流血 结果高喊自己国家 自己救的太阳花 林飞凡成为庭 去当替代役 不当兵 先流血的是其他当兵的年轻人 难怪美国要压迫台湾 恢复一年兵 我看美国也要压迫台湾 废掉替代役 否则 兵役制度的不公平 就是台湾最无耻下流变态的阶级压迫 先看住美国的梅复兴 怎么反对以美论 他文章标题用上亵渎 就知道他心中的美国有多么神圣 如果根据Wiki亵渎其描述如下 亵渎 英语 Blasphemy 又称冒毒 是指对上帝 神灵 宗教上的神话人物 书籍或圣物 做出侮辱的行为 发表批评或负面的言论 或是展现出缺少敬意 轻视的态度 在某些宗教中 用为亵渎是一种宗教上的罪信 如基督教与回教 驻美国的台湾人如果都能崇拜美国 犹如拜神就像梅复兴用的标题一样 美国人真不该针对黄种人种族歧视了 因为来自台湾的黄种人真的爱死美国了 宛如信徒一般 爱死美国的梅复兴谈到以美 我认为最重要一段如下 美国会比出兵宝台 是以美论的核心争论之一 值得检视 即便在美台之间 存在正式共同协防条约期间 1955到1980 美方协防的底线 一直都是战争一起 必须中国人先流血 当时 中国人指的是中华民国 台澎金马军民 823战时 任国防部长于大为 及金门防卫部司令官 胡连将军 在后来的回忆录与传记中 都有记载 且军认为此立场公平 并合乎情理 这是因为他们 既当时台湾军民都了解 没有理由 在自己未先经历抗敌 保卫国家 与自身的生命财产自由之前 就期望要求他人来帮我们作战流血 这个道理 直至今日 也应该是台湾全民的共识 这位驻美国的梅复兴表示 当年台湾人都知道 台湾人要先流血 美国才会来 但经过美国断交后 许多台湾人反而软烂俗辣 把兵役制度搞得稀巴烂 弄出了四个月的垃圾烂兵制度 而太阳花学院领袖 林飞凡 陈维婷 都去爽当替代义 不要说当兵流血了 连当兵流汗初操都不肯 这才是对以美论的亵渎 我当年就要当两年兵 也不管我父亲老迈 母亲身心障碍 我当两年兵期间 有下基地打靶 测就在七月 大家还在高温锅炉旁 热到中暑 此事没有啦 但至少有流汗 虽然我们部队不是前线部队 但台湾天灾疫情 我们皆要到 见过的死人死鸡 死猪都超越了很多台湾军人 除了真正打过仗的老兵以外 我对替代义的看法是 这非常不公不义 我们当兵要持枪战哨 要下基地训练 救灾消毒都有我们的份 如果因为家庭状况 就交给政府去长照 或社会救助 不该用替代义 破坏兵役公平性 像台湾政府 就不管我家的死活 要我去当兵 如果只是让穷人 替有钱的公子哥 卖命去死 那台湾民主还真恐怖 当然 如果一些单位 需要替代义人力 那该约聘解决 不是把脑筋 动到廉价人力上 更不该让替代义 成为不想当兵 保卫台湾 为台湾付出 生命劳力者的避风港 就像林非凡 成为艇一样 既然当年 我的状况就要当兵 我就不认为 有其他人可以免疫 除了身心障碍者以外 身体不能粗糙 难道连火房 文书兵都当不了吗 至于该当多久兵 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 副研究员杰仲表示 台湾本岛可攻地面战斗 部队训练的场地太少 在常备部队联兵营 一年半才轮得到一次的情况下 一无一一难 所组成的守备部队 不接受完整高阶训练 无法成为具备高度战力 能执行多种任务的部队 难怪我当年有下基地 因为现在台湾军爽得要死 还可及由没下基地 逃避作战第一线 真是彻底摆烂的台湾军 我多次提过 阿富汗亲美政府灭亡后 美国总统拜登说 如果阿富汗自家的军队 都不愿为自己而战 那么美国的部队就更没有理由 也不该继续参战 并因这场战争而死 现在没复兴考证出 美方协防底线战争一起 必须台湾人先流血 如果美国真的要台湾总预税 就必须再压迫台湾 恢复至少两年或三年兵役 美国千万别让台湾人软烂俗辣 要让台湾人当兵 当盗报才能上前线啦 Blackjack 2023年4月18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